接下来接棒大声会的棒楼 那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有没有要来服务什么样的主题 那大声会目前来讲已经有35的历史 彦琪非常开心能够接任31届的会长 那这个会长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大声会更加的壮大 那在我们以往的三个主要的任务上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在这个急难救助方面来讲的话呢 持续的推动 那另外呢就是在国军的绕军的部分呢 因为国军都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我预计呢是在这个 我们希望能够安排有一个在外岛的绕军的活动 尤其在外岛方面来讲是非常的辛苦 另外的话呢在每年的时候呢 冬季的算是说务师范范 让这个我们的弱势家庭呢 也可以做一个丰富的好年 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安排在过年之前呢 来做一个安排 那对于这个我们的贫穷 对于比较弱势的家庭的学生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清函家庭 然后尤其是努力相处的学生呢 我们这边呢也会把这所有的资源再整合 让他们能够有充分的资源 能有后顾之用 能够这个非常用心向学 让他们能够到一个最好的学位 那我们以后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回馈到社会 这是我这个目前的一个心愿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之间的整合是怎样的整合 或者是说目前是怎样的情况 那你对来你所谓的整合是会整合成怎样的 因为我们有教育主委的这样一个职称 教育主委呢 对于这个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优秀的学生 像我们举个例子呢 都有读到医学院的学生 那我们的全额赞助 奖学金 另外呢也有生活会的资助 那我们希望说有能够再有更多的善心人士 加入这样的团队 那能够提供的我们的 算是说对于学生的一个教育上的资源 能够这个充分 我相信可以帮助更多的 这样子能够有为的努力向上的学生 那只是因为他自己人的 算是主个关条件 比较不是那么的充裕 那透过大社会的这样的资源成合 让他能够完成他的学业 而且未来呢 成为台湾的社会的动员 来服务社会 我相信这也是大社会的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跟任务